虽然台湾已经进行了很多轮的 这个所谓的民主选举 每一个人都可以投票 但是真正的舆论导向是被执政党 尤其是民进党执政的期间 它高度的控制的 所以它是用民进党 它单独一党的意识形态 在影响大幅度的影响媒体的风向 明年初的台湾的选举 应该是非常关键的一个转折点 目前我们是台湾各方面都很 民意的统计上应该是超过60%的 希望看到再度的政党人体 希望有台独偏狭的独立想法的政党 民进党必须要向台 这是我个人最大的期盼 也是台湾非常多的民众 希望见到两岸继续的和平交流 一个最大的愿望